原昌龙咖啡店是位于吉隆国中心一带的传统咖啡店 它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浓郁的历史魅力而备受喜爱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Let's go 这家咖啡店以传统的装修风格和友好的服务而闻名 许多顾客都喜欢到这里来享受一杯咖啡或一顿美味的早餐 哇哦你看现在在我面前呢有非常多不同的美食 那在我们试吃之前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美食 虾米甜酱猪肠粉 炸鸡椰浆饭 鸡丝盒粉 铁板鸡扒 铁板熏鸭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如何 首先我们先尝尝虾米甜酱猪肠粉 嗯有的浓郁的虾米而且它的酱哦真的是很不一样 跟外面的咸酱很不一样 它甜甜但是甜而不腻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试试看炸鸡拿西勒麦 那据说这个美食呢需要等20分钟才能够出菜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值不值得 然后呢再搭上一小口的饭 它的饭香有很浓郁的邦淡味道 而且炸鸡呢炸到刚刚好不会太油不会太水 刚刚好果然粉20分钟是值得的 那么我们再来尝尝鸡丝盒粉 嗯很鲜甜 那我看见它那么鲜甜呢应该是因为有了这个虾 它这个虾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有非常的新鲜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两道铁板烧 那我们先尝尝铁板熏鸭 所有的铁板都是在晚上才有 那想要尝试铁板烧的每一位观众们 记得晚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 好它的熏味不会太重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到一些熏鸭味呢 会很重的熏味 那这个刚刚好再搭配上它的配焦汁 那真的是绝配 好那我们接下来试试最后一样 铁板鸡扒 那我们看见其实这个铁板鸡扒呢 是淋上了一层咸蛋汁 哇哦 它的咸蛋汁呢不会很腻 因为通常我们吃咸蛋汁呢都会很腻 那这个是恰到好足 刚刚好 非常的容易下口 哇哦这里的食物呢都让我非常的满意 那除了食物满意之外呢 你可以看看我的四周围哦 无论是这里的装潢还是它的摆设 都充满这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浓郁历史的感觉 那如果有比较怀旧 想要怀旧你过去的一些观众们 你们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试试看 来感受一下整个古早味的气氛 那如果你想吃更多美食的话 记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Malaysia Go Channel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